哈囉YouTube 大家好 我是Key斯汀 最近正式公布了 2020東京米其林官方指南 當中最令人訝異的是 被稱作壽司之神小野二郎的餐廳 肅金屋巧次郎竟然中斷了 連續13年米其林3C的紀錄 哇是什麼事 但這完全不影響壽司之神的進階 反而是有更多的人想要一嘗神的美味 究竟為什麼小野二郎如此厲害 今天就讓我們聊聊 這位站在壽司界或者說料理界 頂點男人的成功之路 小野二郎在日本可以說是 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料理達人 出生在靜岡的他早在7歲開始 就在家裡附近的歌膨餐廳工作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退伍的他前往冰松一帶 在一間小餐館擔任廚師 並且在25歲的時候決心要成為一名 壽司師傅 他在被譽為壽司大師上一代的 即野莫及門下工作 日以繼夜的拼命努力的學習 一般的學徒通常要花5到10年的時間 才可以真正站在板前替客人服務 但是小野二郎僅僅只花3年的時間 就得到師傅的認可 往後的7年他被分派到了銀座的分店 擔任店長 過程中小野二郎不斷精進自己的技術以及手藝 甚至衍生出了許多他獨特的堅持 像是為了保護捏壽司的手 他平常在外面的時候都會戴著手套 而且他也不會跟男性握手 因為怕男性的手比較粗糙 影響到他手的敏感度 40歲那年小野二郎正式離開師傅門下 自創樹基屋喬次郎 大家對於吃米其林餐廳的印象 是不是都要吃到3個小時甚至更久 但在小野二郎的餐廳僅僅僅半個小時 就會結束所有的用餐體驗 位在熱鬧的東京銀座店內卻只有10個座位 想在這裡用餐必須得提前至少兩個月前預訂 而要完整體驗小野二郎的おまかせ 平均一個人也得花上3萬日元起跳 所費不資啊 如此的小店竟然從2007年開始 連續12年都獲得米其林三星的最高評價 被大家認為是壽司界的最高標準 小野先生的壽司樂章從味淡而甜的蝶魚開始 米飯必須精準的控制在跟人體相仿的37度 醬汁和山葵要和魚肉本身的滋味相輔相成 味道見重的魚類讓口中慢慢充滿魚油的滋潤 鮪魚三罐 海膽到粒粒分明的鮭魚卵 在嘴裡的纖維快要爆表的時候 適時的以簡單的護瓜捲以及玉子稍作節 為這首交響樂畫上完美的重章 他的師傅曾告訴他做壽司其實沒有什麼不傳的秘訣 單純只是要把一項手藝不斷的重複練習而已 只要夠認真 手藝就會熟練 摸索久了自然就會感受到每一個食材不同的溫度 以及每條魚不同的溫力 而小野生生一頭栽下去 就是70年啊 每一年365天除了國慶日以及一些參加喪禮的場合 基本上就是全年無休 每一天同一時間都會出現在同一地點做重複同一件事 這就真的是職人精神的代表啊 最好的供應商都會直接供應最上等的魚肉給他 對他們來說 自己的食材能夠榮幸給小野二郎使用就已經是莫大的榮幸 店內的wasabi只堅持使用來自伊豆半島的野生山葵 搭配壽司的生薑片也需要按照正確的比例醃漬 要在入口的辣味後隨即感受到圓潤清爽的滋味 不只是海鮮 餐廳內的碗盤都要由他本人親自確認過 甚至連座位上的布連也會依據季節進行更換 這一切看似不起眼的細節都是小野先生極度追求的堅持 為什麼這間追求完美的餐廳卻會在今年米其林評鑒的時候被除名呢 我們就要來聊聊米其林的評鑒標準 我之前有做過一支介紹米其林密探的影片 歡迎大家可以點擊這個連結去看一下 其實要被米其林評鑒被選為星星餐盤或者是必比人推薦 通通都有一個重要的標準 那就是人人皆得以享用 米其林官方指南認為一間好餐廳在不考慮價格的情況下 是要能夠讓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前來享用的 但是在今年小野先生的餐廳樹基屋喬次郎卻宣布不再接受公共大眾的定位 僅僅只服務曾在此用過餐的熟客 或者是要經過相關人士的輾轉介紹 才有機會品嘗壽司之神的料理 而這個行為本身就有違了米其林創立時的精神 所以大家聽到小野先生的餐廳被除名 是不是品質下降了呢 感覺到有些緊張其實根本不是啦 只是變成了即使你有錢也不見得吃得到了啦 職人精神 其實就是日本師傅他們不斷是在款待客人同時 也是對自己手藝的不斷精進的一種精神 小野先生可以說是這種精神的極致代表 每天只做一件事但是要力求做到最好 這就是小野二郎他之所可以被稱為壽司之神的原因 就算被米其林除名也似乎不是最重要的 因為他們在乎的從來就不是那幾顆星星 而是他們對於自己手藝的堅持 以及款待客人之道 我是克里茲丁 如果喜歡這些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 分享跟訂閱頻道 如果有網友吃過這家傳說中的壽司店 歡迎在下面留言炫耀一下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yers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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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